近年来虚拟货币的交易相当热络 也衍生不少的风险 国内一直没有确定的主管机关 金管会主委黄天木昨天证实 金管会将承接虚拟资产的监理主管机关 包括有客户资产、平台资产的分离 商品上下价的审查 以及投资人保护都是监管的范围 去年底加密貨幣交易平台FTX宣告破产 全球投資人血本无归 据了解臺灣也有约五十万的受害者 為了避免類似风暴在国内发生 虚拟貨幣在臺灣確定將有业务主管机关 行政院最快三月底宣布金管会主責 黄天木表示虚拟貨幣未来监管方向 包括客户资产与平台资产的分离 商品上下价的审查 投資人保护都会在未来的监管范围內 接下来将会先和业者讨论自律规范 未来是否立专法以及专法涵盖范围 还得等运作一段时间后会再讨论 国内的虚拟货币业者表示 因为数位货币本身有波动 有波动就容易产生笃性 而现货本身的波动已经没有办法满足 国内的投资者 就一定会想去更高杠杆的国外交易所 去做交易 该如何在监管国内虚拟货币的同时 也对境外交易所的风险做呼吁或管制 也是政府未来该思考的课题 记者为陈信龙 王兴忠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